大家好,我是阿灿 把牛肉放酱油中泡一天 这才是牛肉最好吃的做法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个酱牛肉非常好吃的做法 很多人都没有见过,更没有吃过 做出来的牛肉酱香浓郁 纯香肉味,不散也不柴 今天碰巧乡下农夫杀了一头 吃草长大的黄牛 发了180块钱买了三斤牛腱子肉 虽然价钱有点小贵 但是这个牛肉是没有注水的 比市场卖的质量肯定是要好 大家在选用牛腱子的时候 要选用牛前腿 前腿筋更多一点 往里边加入一盆清水 先把牛腱子肉浸泡两个小时以上 把里边的血水浸泡出来 接下来准备一些香料 有桂皮,八角,香叶,白纸,橙皮,小茴香 几粒冰糖和一把干辣椒 具体数量请参照视频 接下来锅中倒入500克生抽酱油 把所有香料都倒进锅里 开大火烧开 烧开后转中火煮五分钟 把大料理的香味煮出来 五分钟后关火 让料汁自然晾凉 两个小时后 牛肉也泡出了很多的血水 清洗几下后再捞出来控水 再把牛肉放在案板上 用厨房纸巾把表面上的水分吸干 把吸干水分的牛腱子肉放在盆子里面 接着再把料汁倒进来 再放入60克甜面酱 黄豆酱40克 放上葱姜片 有条件的再放两颗香菜 再撒入少许胡椒粉 酱牛肉主要在一个酱子 所以我们牛肉里面不需要加一滴盐 完全靠酱油 甜面酱和黄豆酱来调盐度 这样做出来的酱牛肉酱香浓郁 视频中的配方我曾经做过多次 这样做出来的酱牛肉味道非常好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一试 抓拌均匀后 扣上一个盘子 让牛肉都浸泡在酱汁里面 然后再分上保鲜膜 放入冰箱冷藏腌制10个小时以上 一个晚上后牛肉已经腌制好了 再把牛肉放入不锈钢筒里面 把酱汁也倒进去 再加入适量的清水没过牛肉 扣上盖子开大火烧开 烧开后转最小火炖煮一个半小时 一个半小时后我们来看一下 哇太香了 酱香味非常浓郁 牛肉也用筷子轻轻就能擦透 把火关掉 扣上盖子再焖半个小时以上 等牛肉放凉后再用保鲜膜包起来 放冰箱冷藏一个小时 这样牛肉吃起来口感更加紧实 提前腌制可以使牛肉里外盐度一致 香味也一致 一个小时后再拿出来切片摆盘 这样做好的酱牛肉酱香浓郁 口感紧实 切好摆在盘子里面就可以开吃了 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起来试一试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视频关注我 每天分享一道不一样的美食视频 谢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大家的支持